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参考消息往5月10日报道 据法新社5月8日报道称,美国官员们称,由于接连发生严重事故,美国空军准备让所有飞机停飞一天,接受安全检查。 报道称,美空军现役联队及维护人员,可以自行选择停飞日期,最晚时间为5月21日,给战区飞行员及机组规定的实现较长。 空军参谋长戴维哥德费恩上将说,我下令进行这次作战安全检查,是为了让指挥官评估和讨论作战行动的安全性,听取一线军人的反馈。 图为美空军F-15C战机近年来,美军不断发生空中事故和坠机事件,有迹象显示,事故发生率攀升与2013年开始削减预算存在关联。 最新一起事故发生在5月2日,波多黎各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架大力神WC-130运输机在佐治亚州坠毁,机上9人全部遇难。 空军强调事故数量已经减少,不过,从10月1日到现在,遇难的飞行员与机组人员已经达到18人。 空军说,在安全检查中,高级官员将收集一线军人反馈的信息,并要求他们指出隐患。 9月16日,美国空军雷鸟飞行队表演,编队水平开花特技动作。 新华社记者,音博古社,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F-16战机起飞。 新华社记者,音博古社,美国空军雷鸟表演队,进行编队飞行表演。 新华社记者,音博古社,2017年9月17日13-46-00得空军起, 时不是世界上第一支找民间公司当陪练的空军。 此前,美国海军航空兵就已聘请了一家名为空中战术优势公司ATAC的民间企业负责空中假想敌训练。 不仅效果出众,且大幅降低了训练成本,而过去由空军线一精英飞行员租成的专门假想敌中队, 反倒因维护成本高昂,逐渐被打入冷宫。 例如,2014年9月26日,因经费精彰,美空军宣布在内利斯空军基地,解散历史悠久的第65假想敌中队, 图为隶属于美空军第65中队的F-15,F-16战机编队资料图。 一些敏锐的欧美民间承包商看到了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,由于这些公司帝老板多为退伍的空军劳兵,凭借着强大的人脉和强大的供货渠道, 他们从各国空军中招募精英飞行员多为退伍的,并利用特殊合法渠道购买, 二手战机作为假想敌机,图为ATAC民间战术公司的两架诱施战机与美海军12C预警机编队飞行,探索空中防务公司始创于2000年,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几家民间防务承包商之一,下辖机队拥有至少25架战机,包括16架阿尔法喷气高级教练机和9架A4攻击机, 截至2016年3月消息,ATAC旗下拥有至少5名精英飞行员,均为原德空军飞行员, 其中3位飞过F-4战机,两位飞过狂风攻击机,均拥有数千小时的飞行时数,专业素质过硬,图为ATAC公司放出的假想敌战机编队效果图, 最小的F-16战机实际还在采购中,2005年,ATAC公司与加拿大国防部签订了 价值940万美元的防务合同,内容是为加拿大空军提供作战支援和假想敌对抗训练, 图为ATAC公司的阿尔法喷气教练机与加拿大空军CF-18战机连队飞行, ATAC公司的阿尔法喷气机参加红旗军演,前方为加空军CF-18战机, 后方为美空军F-15战机,图为ATAC公司的A-4N战机与德空军台风战机协同训练, 除空中对抗训练外,ATAC公司有时也会与一些国家的海军签订合作项目, 例如模拟DG与战舰对抗,进行舰队防空训练,图为ATAC公司的阿尔法喷气机与某国战舰合影, 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的龙国际防务公司DRAG International,图为该公司的A-4战机与美空军的F-35隐身战机, F-16C战机编队飞行,设于2016年4月,图为龙国际公司官方宣传图, 标语意为战术飞行训练的唯一最佳选择, 龙国际防务公司的A-4攻击机编队宣传照, 龙国际防务公司A-4攻击机编队与美空军F-35A,F-16战机编队飞行, DAS公司阿尔法喷气机与加拿大空军CF-1,8战机编队飞行, DAS公司的阿尔法喷气假想敌机编队, 隶属于DAS公司的A-4N假想敌战机,DAS公司的A-4N攻击机, 2017年1月24日08、18、00。